这个好特别 看一下 要开了吗 要开了 这么搞 这个我好像我在电视里看过这种水墨车 对就是水墨车 我听过水的压力量的转是吧 是的 这次来到云南 有空介绍移动非常好的地方 做纯绿色视频 大家进去看看都有什么 这里面就是我们家的石墨 我们家 终于看了石墨 这就是石墨 是的 像里面那一台 那一台是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 以前集体经济的时候在机体里面用的 然后我们家把它圆模圆样的搬过来 我们只是把下面的动力把它换了一下 你们现在都有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青棵面粉 青棵面粉 然后是田桥面粉 对 古桥面粉 然后海麦小麦面粉 玉米面粉 还有我们的青棵带餐粉 哦 所有的 那你们这个我想知道你跟市面上卖的有什么有什么区别的 我们家这些所有的原料都是我们家严格把光油 都是在我们相比拉这边 海拔要在2000到300米之前 才能种植出来我们家需要的那种品质 然后我们家在种植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专门的人却负责监管 不能添加任何的化肥 只能用我们自己家里面的萌加肥 只能添加萌加肥 所以说我们母产量基本上比我们现在的新品种 每一种平均低下来2到300斤 嗯 我知道这种这种没有双方肥的产量 我们看一下怎么工作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把它拔开了我们看一下 行 哇 好大的一个石头啊 这里边放的原料 然后你一开机器就自己倒出来了 是的 下面这个空子是调节它落下来的速度的 哦 你打开我看一下 好的 石墨真的是传统工艺 是不是 只不过是以前那个用驴用麻辣 现在用电来转 但是这个磨出来的粉要比机器出来的更好 更好吃更纯 它味道进化 我跟你讲我之前也卖的石墨面粉 那个味道和口感超棒的 虽然说这个我们加工的工艺是非常老的 都是用我们古人的一些加工工艺来加工的 但是我们这些石头啊 所有的生产工具这些 都是经过我们食品级认证的 啊 我们家现在因为所有的产品每一天 只能最多就每一种可以加工出来一千斤 所以我们目前都是没有大规模的去 那么少 这个石墨它低温低速嘛 啊低温低速 为了激发它的这些营养加持啊 这些 这个是我们的苦桥粉 这个是苦桥粉 这个我们三哥那些的非常喜欢 啊 那么巧 像我们的配料表都是非常干净的 嗯 像这里我们说是有任何添加 这个也是可以找到依据的 啊明白明白 这是经过检查执行标准 是这个我我都研究吧 哈哈哈 看一下我们其他的产品 现在我又去找了一点我们的品 因为这是小包的啊 这是我们小包的代仓粉 啊可以直接拿来冲水冲牛奶就可以吃了 啊直接冲水冲牛奶 一包只有500克 我们吃吃了一包又拆一包就可以了 啊啊啊 这些我都带着了 哈哈哈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青柯面粉 青柯面粉啊 黄玉米面粉 黄玉米啊 也是用我们的石墨墨的 那我刚刚看的玉米是白玉米 啊刚才那个是白玉米 啊你要黄玉米和白玉米 是的 因为它玉米也是有好多好多品种啊 然后主要就就分两个颜色 那你们这海拔都是高 海拔都必须要在2000到3000 啊 我都知道海拔高种出来的多 你是比较好的 是的 除了它干净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甜桥面粉 像我们这一款甜桥面粉的话 海拔必须要在3000以下才种出来啊 然后上了3000以后它种出来的就是苦 哦明白了 这个苦桥 啊就是因为那海拔不够吗 海拔不一样以后它种出来那个 里面可能某一些 某一些那个营养成分不一样吗 所以说这个的话是更苦 嗯 这个的话也是桥面粉 只是说苦味没有那么重 也不是说它是甜的 啊明白 只是国贵跟骨麦我吃过这个 嗯嗯嗯 相信我们家这些产品都不够 我们家里边缔不需要的 我不要给它一页也不需要 喝酒 你喝酒